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然你的录像很难被选上 另外第二点是我比较奇怪的一点 我的投稿邮箱在我的视频里 左下角每次都写得很清楚 但是总是有朋友问 BBD怎么给你投稿 怎么给你投稿 其实我内心里是充满一个巨大的疑问的 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就是这些朋友到底看不看我的视频 我的视频这一年多来 左下角写得那么清楚 最有意思的是前几天我直播 然后有人去直播间问我了 说BBD你怎么给你投稿 我说你看不看我视频 我左下角就有 结果他说什么 他说我都把广告屏蔽了 我想问 我内嵌在我视频里的文字 你都能屏蔽掉 你这是什么高端软件 是不是以后下马就可以找你了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问题真的 我纠结了很长一长时间 我就不知道 为什么看不见那么大的字 就在我视频里写着 而且写了一年多 我不知道这些朋友 有没有看我视频 看我视频就看不见那么大的字 真的这个问题困扰我很久了 有没有人能给我解答一下呢 好咱们这个废话说了不倒少 希望大家以后看我视频的朋友 就不要再问什么 怎么给你投稿这个问题了 这就让我很纠结是吧 我们看一下第一局 主持人玩家的第一脚 WHEEL LOADER 这个酒区的玩家感谢他录像 这边都可以选吧 看你怎么搭配 独菜周氏嘛 就偏防守一点 独菜 颜良可以一个进攻一个防守 周氏颜良呢 就欺负什么 卖雪啊 什么小桥啊 反正有技能的啊 什么孙奔啥的 对不对 是我 我可能也会选这个双雄和独菜啊 因为周氏 确实在现在环境里相对来说比较弱 偶尔能爽一下 大部分情况下比较弱 周氏张润都是这样 好 这边看一下本局比赛 当然了 这个都无所谓的 女艳玄也无所谓 好 这边仿佛有二张的样子啊 而且还仿佛有约尽的样子 各种这个技能 当然也有可能他自己的技能啊 以异代劳 以异代劳 不是二张就是孔柔嘛 气派就能有技能 对吧 好 我挥个刀 无蟹了 无蟹都扔了 那足以说明他手牌非常是好啊 或者说是卫国蓄了个报 对吧 卫国表示不怕 好 这边也没什么可量的 这也没啥好决斗的 直接这个重铸 找一找装备 还真找到了一匹码 这就非常好了 我愿意开就开 不愿意开就算 可以吧 开了无非也就找个人王盾 八卦这已经在边面了 好 这边顺下加 顺出来一个邓爱 挂捡一码 然后直接这笔重铸 好 立刻对这个邓爱表忠心啊 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反正 按理说 这如果他不是为他应该起牌过 然后对这个邓爱表忠心 表示非常的忠心 然而人家曹宏召唤你 你装也没有用 好 召唤出来了 并不是装的 而且他们家小鸡 小真鸡也出来了 好 这边魏国既然召唤不出来 按照这个攻击顺序 肯定是一号首先被攻击了 这个也没什么问题啊 你不用召唤了 没有 就是有位就出来了 把四个位 就不给你们整这些离儿扔了 好 仿佛兮若青云之碧月 再一发难门 好 如果再出来个魏国 这个游戏就很难很难玩了 话云未落 又出来一个魏国 而且还挺凶 国家 并没有分牌 难道都是防御牌吗 有可能 并没有分给真鸡 如果是能用出去的牌 他大概率会分给真鸡了 是不是 真鸡正在出牌 好 这边面对四个魏国 穷穷极恶 这个 盟军就要进行反扑了 能不能扑得起来呢 魏国这一代牢一开 还是挺凶的 已知四方 身机不知道另一个将是哪 吃我一几 原来是这个 吃我一几 好 先吃我一几 再扎 这个牌序还是比较正确的 这样是防毒菜的 好 然而咱们有个桃 必须要捞起来 这个必须要捞起来 因为不管怎么样 你这个减少个人就更难打了 而且这一捞 有惊喜 吴大师 撸一手吧 对不对 不要报答一下人家 郭家藏了一手好东西 滔滔的 滔滔酒 非常的自私 当然这也不算自私 滔滔酒给真鸡也没啥用 然后这一下被撸空了 这就尴尬了 结果这个吴国又召唤出自己的队友 亲密队友 这边咱们藏了一个双雄就非常好了 因为这两个吴国先动 吴国会干出很多事来 咱们就极有可能一大波 把他们全带走 收装包园 他们怎么也想不到 就三血双雄 南蛮入侵 这边补一波牌 其实这个南蛮是我 我可能不会放 讲道理 这个南蛮对魏国依然很伤的 你看这些人 能 真鸡没有牌 补三张 你能补出杀 也未必能补出来 邓爱也很伤 好 这边就开始暴力输出了 当然郭家的桃已经没有了 你就看那边魏国还有几个桃 能不能顶得住 先炸一炸魏国的桃 把魏国桃都炸得差不多了 咱们出来搞一波 孙权太子还是很凶的 再杀 最后然后灌一波 有两张牌 最后再灌真机 这个邓爱也是藏了不少水果 魏国的水果还是挺多的 好 这边如果孙权灌出去 咱们是可以考虑救的 对 这里就不让孙权收 咱们收 这时候 他们就应该预感到的一丝凶兆 很有可能是袁绍或者双头 是吧 凶兆袭来 带你们走 这个救的也非常风扫 而且也确实应该救 好 这里他选择了先决斗 看看有没有武器 但是并没有武器 这样收掉可以再开五中 这个过牌量非常的大 然后这边还有铁锁九杀 一会儿借助铁锁九杀 然后搞一波 这边鲁肃呢 不知道是不是周泰 他托管了好像不是周泰 所以说不要托管 假装自己是周泰 你不假装 那咱们就一波带 河北上将 河北上将原成守劫 那你这托管肯定把你带走 外面没有武器了 所以咱们可以怎么操作都行 这边他们也没有桃子 在远交 这里个人感觉应该先把这个带走 再去远交比较好 远交 当然他表示孙权托管了 正确的 因为之前他们也没有桃子 救鲁肃什么的 反正就 你也不需要牌 直接一个九杀 先把这魏国带走 避免他们去救一下 彭生之节 当然现在问题应该也不大 不过这个红牌有点少了 说实话 红牌真的有点少了 全剩一堆大黑鲨了 这会搞不定孙权了 一堆黑牌 黑溜溜的 河北上将 原成守劫 好这边 他表示有点虚 其实可以把孙权压到一血 当然他想存三张牌 也行吧 存三张牌 然后当然孙权 孙权这个非常的脆弱 你还可以再挣扎一下 并不是不能挣扎 还有直接放弃了 虽然说 挣扎赢的概率比较低 但是说实话还是有赢面的 你比如找个乐 乐入 然后归一轮 对吧 孙权的这个归缩能力 还是比较强的 所以说 哪怕有一次机会 尽量还是不要放弃 哪怕机会再渺茫 给吓破了胆了 吓破了苦胆 好再看第二局 主持人的玩家 叫千寻一恩 这个二六区的玩家 感谢他录像 这边选孙权周泰吧 或者是孙权周泰 都行 我个人会选孙权周泰 孙权周泰 僵尸猴 你也可以选 但是僵尸猴 就是被大家都觉得特别牛逼 其实他单挑 很多武将都能克 但是就别人就觉得牛逼 就要先干 僵尸猴就是被吹的 导致他 其实实战效果 就是并不是特别好 经常被别人 就觉得特牛逼 就必须先干 当然你选僵尸猴也没什么 僵尸猴本身确实 还是不错的 好僵尸猴 这边顺肯定是顺上甲 要么就谁也不顺 顺了个盾 其实运气相当不错了 千万不要去顺下甲 因为你顺下甲 路人居 下甲谁知道路人心态是什么 有很多人就是因为你顺的 他就出来给你拼命 他不管那么多 所以要顺你就顺上甲 因为你顺了上甲以后 后面这些人出牌 都会发生很多事 到他早忘了 而且前面发生很多事 以后他就顾不上那些了 对不对 当然也是有一定 他也有可能报复 比如说都没人动 但是那种几率远远少于顺下甲了 一顿逼迹 反正袁绍出来 袁绍又开始射了 射的话咱们有周太 暂时看起来还是比较开心的 但是袁绍这个啊 一旦收全场 说实话 这个 一般人 你很难挡得住 好 这边出来两个卫国 这边就纷纷的都不是卫 放箭放箭 放箭放箭 袁绍全是红啊 有甲许还出不来啊 你别说了 红的不能在乎 这两个卫国没调取 屌子飞起 好的 陶纸 闪一波 南蛮入侵 射不出来了 之后只发出一发南蛮 终于这个甲许可以出来了 甲许也出来了 曹操也出来了 祝荣也出来了 跟南蛮有关的人 全部都出来了 还射不动了 马老板何在 当然他是没牌了 如果其实 他有马老板什么的 还是射比较好 自然射了 对吧 再放南蛮是青纱 射是青闪 当然你这没有了 那你就只能放了 所以南蛮肯定要最后放 能射就是一直射 他好像是没有后续了 然后把那个六号给补掉了 补掉了个五国 这边魏国进行先手压制了 魏国肯定要先手压制 干掉柱绒和贾许 对吧 对于他们来说 不能让中龙和贾许动 但是很悲剧 一个决斗 没有决斗过 这非常之尴尬 尴尬的一体 谁就胜了 谁占到心机 谁就胜了 还不如仙鹿呢 没决斗过 很尴尬 好 看一看这边登机 这时候贾许死了 是可以考虑救打 因为你自己是不怕的 让他来乱舞一波 帮你打工 这里要救的 不救 你虽然有僵尸猴 但是你很难搞定这些人 他这个男蛮放的 他愿意放就放吧 他可能有无限还是有什么 无限行吧 但是问题是 一会儿柱绒还要放 你这个男蛮 打柱绒 打假许都没有用 然后柱绒还要再放 其实对你们伤害挺大 是我可能就不放了 你无限也打没了 这边邓爱还得受伤害 这边套出刀来再杀 斩杀魏国 一五于此已知四方 咱们都需求假许了 柱绒竟然不杀群 但他被魏国打得生气了 这也是正常 好 这边 这个咱们有这个僵尸 一定用这个假许来打一波攻 假许很可能一会儿 丧心病狂再乱舞一波 也是没准 再发万剑 但是咱们可以亮了 他也是真不怕裸奔啊 这打得真是拼 就拼了命了 你就真不怕这是群 如果人家真的是群 救你 你这一射 裸奔了 这边被冰了 真激动 你们就崩了 打得有点迷 然后又开了个乱舞 队友又死了 一股这个凶兆袭来 感受不到 好咱们看能不能斩杀掉真机 拔光 但是没有杀啊 好尴尬 没杀就没杀吧 那就这样吧 下回合再说 这时候就僵尸猴 就是非常的屌 咱选孙权 基本上也赢了 孙权你有制衡 制衡杀掉真机 单挑一个假许 双头就没牌了 就还是比较容易打 这边还是要先杀一个 先杀真机吧 这个真机 毕竟这个过牌 有过牌 假许没有过牌 八八 八光假许 还是比较容易的 好那边非乐 非常容易寂寞的乐一下 风骚的 就这波假许 让假许打了一波弓啊 假许也是打的 比较丧心病狂 连八光杀呢 杀就是这么难摸啊 其实为什么有时候 就说僵尸猴 单挑 这有时候就摸不到啥 而且很多武将 就算你能摸到啥 也是克制僵尸猴 人家就来个小胖 你都不好杀 什么卧龙啊 对吧 或者华佗啊 孟霍啊 孟霍你都不好搞 但是贾许双雄 这种既没有回复 又没有过牌的 随便打上了 直接砍死 当然如果你脸黑 什么两不驱 三不驱啊 那就不能怪别人了 是不是 只能怪你自己 黑的不行 是吧 好 咱们再看第三局 这个主持人玩家的力量 XOKR 依序的玩家感觉他录像 这边选 一般是选理点操批吧 别的 你要是特别喜欢 也可以选 一般情况下 这种 这种 组合还是理点操批 更强势一点 看一看理点操批 到底应该怎么操作 他中正在一号位 量不量都行 好 这里 说一点 其实以前我也讲过 如果你选择理点 你手量 你配一个卖血的 你这时候要双量 为什么呢 两点啊 第一 你手量 防恐龙 你万一刷出连弩 你一个队友 旁边一个恐龙 你杀不动 非常尴尬 很容易尴尬 而且你既然选择手量 对于卫国来说 你既然选择手量 无非有两种情况 第一 你准备开团 对吧 你理点 跟跟这个队友开团干别人 所以你也没有必要去藏 对吧 第二 你如果说没开体团 你是独苗的话 你量一个卖血的 有一些人啊 路人啊 他有一些人就看你单量个将 他不考虑副将 然后他看你不是卖血的什么的 他就过来怼你 对吧 但是你比如说你量了一个什么 曹丕 什么司马什么的 有一些路人 他就觉得 你是司马 你曹丕 我就不太想打 你可以屏蔽到这些人对你的进攻 对你是好处 所以中规你还是双量 你要选择量就双量 要不就别量 别整个单量 没意义 就配一个曼雪的时候 对吧 因为有一部分人他就不愿意惹一身骚 他就 对吧 不愿意去打 你可以把屏蔽到这些人对你的进攻 如果你没开几团 当然他这个手牌 也是有点略尴尬 并没有AOE什么的 好像呼唤不出什么大位 只能 而且还打出个假许了 那边这个托管子 明显不想跟咱们配合 拆他 拆他妈的 好 这个假许 也对他造成不了什么伤害 看假许肯定要来干咱们了 反正打出来 人家也不会去干别人 这很正常 他把假许给翻了 行吧 翻不翻都行吧 不翻假许你就翻前面 翻前面的保护自己 这边他还是选择了 把前面的翻了 他可能觉得一排翻假许比较好 这边那个人也比较屌 好 去杀假许 难道是个胃吗 好 真的是胃 这边这个人不是胃 从他击杀的方向来说 好 这个托管子不知道怎么回事 莫名其妙又回来了 这个也不是胃 这个假许已经丧病了 就为了打死咱们 已经非常丧心病狂 好 这里咱们由于队友出现了国家 把这个假许夹夹在中间 所以这里就不要先去杀 这个八号的暗卫了 所谓先压制暗奖 这里要先把假许击杀掉 对吧 你杀这个五排的三血的 你杀不死 所以有很多时候 能优先击杀掉 并不是说 要无脑去杀暗的跟自己不一会儿 因为国家都已经出来 结果这边出来个话筒 非常的贪腾 好 你咋不上天呢 上不了天楼 看一看这边 这边三血不卖还是挺多的 我取又出来个张脚 这就非常的尴尬了 尴尬的一匹 好 国家还是选择救 咱们肯定有袍的肯定是要吃掉了 接下来就要把这个几个三血不卖的翻掉 不能让他们动 最好就是让咱们能保证行动 看看有没有一波机会配合国家 好 这个人还选择救 这种这种就是傻 还想骗扳回来 肯定不翻你 人家肯定翻七号 不管你是不是胃 你是胃 当然那就对吧 你是胃就是 就打的也没有问题 你要不是胃就是蠢 别紧张 不要当每个人都给你让蠢 旧的就翻回来 曹批的作用是用来限制敌人保证自己行动 自己行动才是最关键的 好 这边这个 国家把这个假许容易斩杀掉了 咱们收一波诗 比丧命更痛苦 收一波诗 好的 一会看看他到底是不是胃啊 胃国还有啥 军机 看吧 当然如果不是胃就比较蠢了 好 这边决斗就尽量让曹批收尸 从而这个形成滚血救效应 因为被翻面的人 他很可能有很多进攻牌 对吧 他没有防御牌 但有很多进攻牌 好 二张 二张减个张傻 但是不太好杀了 好 这边马腾出来要发工资了 话题其实还是蛮麻烦的 这排序永远是错的 你要不就别发工资 你发工资 就要先发再开无中 对不对 你万一被人诬陷了呢 结果就非常尴尬 杀了一刀张角 开了个 就没有 没有开出闪了 其实怎么说 三张牌开出闪的几率 并不是那么大 好 被发现了 这就非常的尴尬了 好 再放南蛮 这南蛮放的不好啊 因为收尸的牌 是有杀的 而且这边他主动卖血 把六号翻了 也是非常正确的 留久啊 因为一会就要输出了 活动血并没有什么所谓了 把前面人都翻了 你是一定可以行动的 所以就要留久了 就无所谓留桃了 好的 这个南蛮放的 把六号位陷入坑里了 这里就肯定 让他们所有人都不能动 这才是逃避正确的玩法 不要去整一些没有用的 好 这边拿铁锁 因为自己有朱血雨扇 所以也不用红杀 而且张角这个角人已经暴露了 好 这边把张角和二张连起来 希望能收掉 让这个画头选择去救张角 对吧 他二张他要掏出两个桃 他也许他就不愿意 这画头不救了 不救了 你还玩个屁啊 不救那就再见 你不救二张可以 画头张角你总归得救吧 这边这个二张大条也被带 那你就 你收掉 你看还有连弩 这就再见了 他表示不救 他非常自信 所以这就是对曹丕的理解的误差 你想啊 这些人被翻了 没有防御牌 手里是什么牌 都是进攻牌 好 那这边有连弩呢 这不游戏结束了吗 对不对 所以就是 你们可能就觉得这个曹丕 这个简单 但是路人很多就是不懂 这个曹丕到底该怎么怎么有 这不救 他就想看看五号是不是 我还以为他想说 看五号是不是胃 是不是SB 好 这边杀五号 五号托拐了 不是胃 那只能说五号是个坑 因为他是胃 他真机啥 他总不至于托拐 这边先把画头杀了吧 先把画头杀掉 反正那边国家 对吧 可以神速 这杀是足够多的 所以可以杀掉 这里感觉决斗画头比较好 为什么 因为你一会儿去决斗暗将 暗将没闪 有可能有杀 不过他现在凉血 一会儿决斗暗将 倒是可以翻暗将 问题不大 如果你溺血的话 没有桃 应该先决斗画头 因为画头有红杀 他出了 他就现在也相当于 好他一个桃 画头就想看 就想看笑话 好 冰柱 把这五号砍了 五二楼突破 所以不要什么 想骗翻回来这种 非常的愚蠢 不是每个人都那么傻的 不是你喜欢给别人翻回来 就给别人翻回来 这个六号救了 你可以先杀六号的 因为六号是为 他不会救的 这位先杀六号 这个人 想骗翻回来 能骗回来吗 人自己有卧龙 还不亮 之前 骗 没有人会翻你的 人家只保证 人家自己行动 能翻你干什么 好 他们开始疯狂的骂 好 这边 这个 曹匹就是 限制了前面四个人 然后这个一波带走 画头也是 完全看不清 行商的威力 大家多思考 其实有些将 就是出了很久 到现在 还是很多人 不明白技能 我跟你们随便说两点 就打的 就是经常遇到的 什么 玩夏侯渊 一大堆牌 然后选择神速二 我那天我队友 真机夏侯渊 一大堆牌 落了一大堆牌 然后选择神速二 然后神速 他有杀 对吧 然后他神速二以后 直接弃了一大堆牌 然后告诉我 我问他 你在干嘛 他说 我不神速二 不出两张杀 我打不死对面 我 然后我就啥也没说 你不神速二 你有杀 你直接出杀 不可以吗 然后还有一个是 有个吕蒙跑来决斗我 蹲了 有个周泰吕蒙 蹲了一大堆牌 跑来决斗我 我轻描淡写了 出了一张杀 然后他跟我拼杀 我就不屌他 然后他又起光牌了 你说 现在比如出个什么新武将 什么新线鹰什么的 你不知道技能极其复杂 可以理解 出的时间也短 就有些标峰武将都出了这么多 出了多少年了 还有朋友不知道技能的 包括曹丕 都出了这么久了 但是路人就不会玩曹丕 或者不会玩巡逾的 大把人在 大家这个真的掌握 基本功 就是 对吧 你你懂得这个基本 基本的东西 它能一步一步进去 你不要基本的东西都还没弄懂 就去 对吧 或者你基本的都不懂 你在这打 打着打去的 这个就不多说了 感谢大家收看 这个 大家这个有精彩的录像 也欢迎投稿 这个 精彩的 大家自己去体会 这个我呢 有时间 我还是给大家尽量做视频 但是 这个 看这个时间了 也不 其实主要就是两个原因 一个就是时间问题 一个是投稿问题 没有好录像 有时候就懒得做了 没有时间也懒得做 对吧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下次节目再见 拜拜